好我們先來看一些題目 練習吧 杯子的底面積都一樣 杯子的重量也一樣 裝的水的高度都一樣 請問我們壓力的比是多少 那我們要學的事情是 這叫做P的於F除以A 所以就看面積看力量 就可以判斷出來 就可以判斷出來誰大誰小 OK可以嗎 好那麼應該誰大誰小 來帥哥美女 二十一 起立 起立啊 站起來 站起來啦 搖頭的 你可以繼續對我保持微笑 五四三二一 微笑請坐 剛剛講過P的F除以A A都一樣 比面積都一樣 所以只要看誰就好 看F正向力 這裡的正向力就是重量 所以看誰比較重 你看圖就知道B最重C最輕 所以B的壓力最大C壓力會最小 所以答案B大於A大於C 所以答案選C 這個題目 本身就有兩種問題 第一種問題是問 承受的壓力也誰大誰小 第二個問題是問 重量承受的力量誰大誰小 然後等到我們後面交完進水壓力的時候 這個題目可以再變成問 杯底所承受的進水壓力有多誰大誰小 杯底因為進水壓力所產生的力量誰大誰小 他會有變形 他會有變形 我們後面會做到這個題目 OK 請問你 為什麼那個針頭就很容易戳進去呢 為什麼針頭就很容易戳進去呢 為什麼針頭就很容易戳進去呢 這我剛才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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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面積請坐 因為針頭的面積比較小 所以壓力就比較大 所以就容易戳進去 就跟我剛才講的飲料的吸管是 一樣的意思 一樣的意思 OK 下一個請問 人在表演節目的時候 躺在釘床上 一根一根好出好出好恐怖的釘子 好多根 躺下去沒有事 可是基本上不能夠躺在一根釘子上面 腳踩在一個釘子上面 就穿過去了 很多釘子沒什麼事 一根釘子反而有事 為什麼咧 為什麼咧 為什麼這樣 請問你為什麼 十號 面積 不錯 很粗很粗很粗的釘子 面積比較大 好多根釘子 總面積就很大 F除以A總面積大 壓力就比較小 壓力就比較小 那麼所以受傷的可能性就會降低 只有一根釘子 面積很小 壓力就很大就穿過去 就受傷就流血 就受傷就流血 所以表演的時候 釘子越粗 釘子越多 其實怎樣 越安全 釘子越少其實就越危險 釘子越細 越少越危險 釘子越粗越多其實越安全 它只是看起來很恐怖 其實變得比較安全一點 所以這是表演的人的一些小小的手段跟技巧 反正就告訴各位 固體壓力P的F除以A 兩個因素影響 一個是F一個是A 然後在不同的情況下 你改變不同因素 就使得我的壓力變大或者是變小 OK 這就是我希望你們學會的事情 OK